你说什么 甄嬛有了申孕 千针万确 奴才亲眼见温太医在太医院配的是安胎药 可宫中并无小主怀孕 能让温太医照顾的 也就只有林云峰的那一位了 出去吧 喳 千方万方 还是防不住那个狐妹子的肚子 没有孩子还好说 那么快就有了孩子 那就难办了 娘娘 咱们好不容易让宫里清静了 若让甄嬛怀着孩子回来 只怕这宫里要有大变 皇后娘娘 您得想想法子 虽然没有费费回宫的先例 但无论如何 本宫不许她回宫 眼下只有把她困在宫外 才能斩草除根 免去后患 娘娘不好了 太后方才发病又晕过去了 赶紧吩咐宝华殿 为太后送经祈福 是 再准备下去 明日早上本宫要亲自去那上香 为太后祈福 小姐 升捐束缚会不会伤着太儿 应该不会 温太医说了 汉灵帝的王美人 因为惧怕和皇后的威势 有了身孕也不敢言说 每日束缚 一直瞒到生育之前 何况 我两三日束一日 只想束上两三个月即可 且不必束得太紧 温大人还开了固胎的药来 再穿上这宽大的衣裳 还真的跟一个多月差不多呢 只要皇上不与我亲近 便可漫天过海